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天堂瞬间掉到了地狱 而且呢也有各家车厂纷纷的宣告说 未来即将不再研发这个所谓的柴油引擎 那我们要来看看呢 今天也请达人帮大家来分析 究竟呢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 如果你要入主柴油车的话 到底是聪明的选择还是不治之举呢 而市场上到底有哪些优质的选择 首先问一下爱大 其实在几年前啊 柴油车给人家感觉是印象已经渐渐的变比较好了 从原本的这个乌贼车 然后呢瞬间变成欢包小尖兵 可是为什么这一转眼间呢 真的风云变色 这真的让大家非常傻眼耶 其实台湾在之前是不允许 这个柴油小客车在台湾销售 那当然后来开放了这个柴油小客车嘛 那大部分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一些 这个柴油引擎的车种在台湾销售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一股风气就是说 好像大家都想要买柴油车啊 因为柴油油又便宜 扭力又好 而且又省油 当然那个时空环境的背景来说 大概柴油车的 每公升的行驶里程数 大概比起一般的这个汽油车来说 它还可以将近快要到一倍 这样子一个这个差异 那当然在台湾而言是这样 其实并不是说近年来台湾才开始 比较注重这个环保或者是注重柴油 引擎这一块的污染 那或者是说 其实欧洲啊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算是柴油车的一个这个天下 因为为什么 其实在德国在1897年 第一颗柴油引擎被制造出来之后 一直以来柴油引擎跟这个柴油 在欧洲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 它油耗表现好嘛 第二个它的充沛的一个这个扭力 尤其在欧洲在行驶 或是这个山路上面各方面的表现都来得好 那其实不要不要忘了 还有很多商用的一些机具啦 商用的一些车辆 都还是在于使用柴油这一块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动力来源 那当然其实欧洲政府为什么对于柴油 为什么会这个突然一夕之间 感觉好像要封杀它 甚至在全球感觉现在都要封杀柴油引擎 其实以前欧洲呢是在这个 对于柴油是有所谓附加税的一个这个补助 所以其实在柴油的使用上面是比较便宜的 那当然了以前我们也没有人会去想到什么叫做 这个大家对于柴油只是说冒了一股黑烟 冒了一股黑烟叫做污染 那这个污染源到底有一些哪一些东西呢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你汽车去检验 它很重要就是这个CO CO2 这一个方面的一些废弃的一些排放 那其实柴油车在这一块是比汽油车还要来得更低的 但是我再问这个冠一个问题 就是几年前你有听过PM2.5这件事情吗 没有 大家也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台湾 或者是中国这边有PM2.5 所谓的迈害PM2.5这些事情 其实在欧洲大家也面临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柴油车的这个排气 排放出来这个悬浮为例 事实上还是比汽油车要来得多 更何况它的悬浮意里面还有一种叫做 环芳青的一个化物叫PAH 这个是可以会致癌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刚好经历了2015年美国市场对于这个 大众汽车的一个这个裁决说它是这个 你有造假的嫌疑 你的这个行驶路上的一个这个废弃排放 高过于你的实验室的标准 那当然我觉得这还是时空背景 环境下面的产物 因为以往大家对于这些排气量的 排气的这些废弃物是采用什么 实验室的数据来去做一个检测 那当然实验室的数据呢 对照于实际路上行驶 因为你车子有了负载有了loading 你有爬坡啊 你还有空气品质的问题啊 你空气之中的含水量啊 是下雨天啊干燥的大晴天 种种都会影响整个引擎的一个 运转的状况 再加上一个车子实际的行驶了很久之后呢 它的基建效能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例如说EGR啊 例如说这个DPF这个东西 有没有受到一些老化的程度来去做修正 这东西都会有影响 那你至于说它到底是不是造假 反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目前所有福斯集团的车子 它对于这个废弃排放的这个标准 都能够符合这个美国的一个法规 所以即便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现在可以吻合 那当时它根本没有什么造假的必要 我觉得啦 应该是没有什么造假的必要 但是可能反正政治也有因素啦 你看现在美中贸易大战 我觉得这些东西或多或少 都是造成这个事件上的影响 而且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 大家都想要推什么电动车嘛 那时候电动车最夯也就是 美国市场的Tesla嘛 所以毕竟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去 在经济层面上的考量 我觉得啦这个美地政府 当然它有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至于柴油车是不是真的就 现在可能会受到去影响 我觉得在于这种所谓的 乘用车形式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些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毕竟这些小车呢 我们刚刚讲的 使用柴油引擎的机具有多 有商用机具 商用车辆 那它比较没有在所谓的 都会区里面去做行驶 那当一个都会区里面 它的这个柴油车的行驶 就是多的时候 它真的可能会造成 比较多的这种所谓P205的问题产生 所以其实现在欧盟这个禁令开始说 第一个是什么停售柴油车 或者是说这个柴油车 不能再去做新车销售 几期的这个比如说欧式 以前的这个柴油车 都不准再进入什么特定的街道 或是特定的城镇这个部分 那其实跟我记得很久以前 有一个新闻就是 我记得以前这个SUV 刚开始很流行的时候 这个我记得英国还有限制这个SUV 不能进入市区的 因为它太大台了 太耗油了 对 因为英国的路其实都蛮小的 对 所以对于市区而言 城镇密集度高的地方 这些污染可能 真的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这样的一个限令呢 我觉得也会让整体的环境来的 变得会稍微更好一点点 那可是呢很多车厂呢 我觉得它现在既然你要限制我 那我怎么办 我的下一条路是什么 我必须发展混合动力车型 或者是电动车的这个车型 如果说我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样一个数量 我赶紧把我的精力 全部投入在电动车上面好了 反正你都要限制我 我干脆也放弃 去再继续开发这个 新的这个柴油引擎 或是新的柴油技术 或是能够让我的柴油引擎 符合更严苛的环保法规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时代的 时空背景转变所演化下来的一个结果 此一时彼一时啊 因为面对现今这个 欧盟的环保法规越来越严苛 所以各家车厂都觉得已经提不出 什么样漂亮的政策来 所以因此呢都纷纷的说 好吧 我决定放手了 决定不玩了 那莱妮可到底有哪一些车厂呢 纷纷的宣告说 我要跟柴油车拜拜了呢 从我们现在的表格上面来看 事实上很快速的 飞行车集团FCA 这是第一个妥协的 欧洲车厂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包含从巴塞里的 都是意大利车厂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很高的比例是所谓的日本车 但日本车比较调诡 日本车本来就没有把柴油引擎 放为主力 变入他们主要的一个 研发的一个重点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 选择了这个Hybrid 就像艾大刚刚讲的 国情不同 欧洲人一开始就在开柴油车 那日本人呢 因为我们亚洲地区 环境不同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应该是发展油电复合的 这种动力的车子 所以说 这些车这些品牌 然后还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 是保时捷跟VOXWAGEN 事实上整个大众集团 都已经决定不完了 确实是因为 这个 这刚刚所谓的 这个财油门事件的影响 因为这件事情 说实在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一头雾水 就像艾大刚刚讲的 经过多年之后来看了 那到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没有人解释得出来 但是确实他被判罚了 而且他现在整个大众集团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财务 全部都被影响到了 因为要真的在缴这个罚禁 然后在美国 没看到所有的车子回收 全部丢在沙漠里面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因素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汽车你说造假不造假 这么黑暗 因为说实在 因为像现在 为什么车厂不玩也很合理 因为现在连欧盟 也在弄自己的车厂 也来说你的引擎又有问题了 然后又是在拿柴油出来讲 但是今天 在讲说你造假的点 叫做你实验室 跟道路上的这个数据有差异 但是请问哪个差异 叫做标准 就是说你差了5倍 10倍 20倍 还是500倍 哪个叫做不行 没有人解释得出来 只说这个差太多 差太多是什么 是差多少 那是不是就表示 其实你汽油也一样 只说今天汽油 你实验室跟一般道路 刚才一大讲 一般道路就是有这么多的变数 所以才需要实验室定一个 给大家统一的标准 没错 要不然今天在山上测试 跟在一般道路测试 结果绝对不会一样 没错 那结果现在确实是因为 一般道路的试价 然后说你测试的这个 这个数据有问题 你造假 反而变成说车厂事实上 因为这是车厂被黑锅 对 车厂被黑锅 那车厂毕竟是一个民营事业 车厂有一些是有国营事业 但多数是民营事业的时候 干脆这样 那既然这样的话 无解的话那我才油不完 反正接下来大家重点跟政府 这个所谓的补助的重点 都在电动车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往这方面去研发 我就不要在这个柴油车 这边去努力了 因为柴油车确实有一些 技术上的一个瓶颈 事实上跟汽油车一样 技术上的瓶颈 我要花很多钱去得到 比如说对环境的伤害降低 降低多少这个程度的比例 我要花很多 那既然这样子 干脆我不要玩了 干脆我不要玩 我就把心力全部 投入到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或许我可以 这间车厂的品牌 可以走的比较远 要不然可能我今天过个五年 十年 一个循环之后 再来咬一次 今天是福斯 明天可能换成Toyota集团 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无解的答案 因为目前没有解 对 这个标准是很奇怪 但是就是因为在把 所以说企业 各企业虽然说他们是有联合起来 虽然说也是竞争对手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企业大到一个程度 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嗯 没错 所以其实不论是欧洲的车厂 甚至于在日本的车厂 也都纷纷的宣告说 未来即将呢 就是不会再研发 有关于这个 柴油引擎的技术了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在欧洲真的满街满坑满谷的 全部都是柴油车款 而且都是手牌的设定 对不对 郑姐 嗯 没错 刚刚各位专家都提到说 柴油现在目前遇到的瓶颈 或遇到的障碍是什么东西 突然之间柴油好像中指之地 好像最后的元首一样 对 其实可是我们去过欧洲 我们就知道 像刚刚关义讲的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柴油车的天下 为什么呢 当然表示它有它的优点 这样的优点 我们可以回溯到大概90年代左右 其实柴油引擎一直以来 在车展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并没有真的大名大方 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 因为种种的原因造成 柴油引擎这样子的车款 突然之间收到欧洲主流消费市场的喜爱 甚至是热爱 这原因当然就是 第一个它低转速就有高扭力 我们开过的话 我们都知道 柴油车的高扭力 跟像现在所谓油电车 或电动车的高扭力 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是真的会让人觉得 神经气爽 就突然精神为之一震的那种 整个贴背感就跑出来了 欧洲人是爱开车的民族 他们喜欢驾驭乐趣 高扭力对他们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魅力 它除此之外呢 它除了刚刚讲的 它是高扭力 在于低转速的情况下来出现 低转速代表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省油 因为你转速不用拉高 很高嘛 你如果汽油车可能要拉到3000转 4000转 柴油车可能1500转 就可以到这样子处理的时候 它自然消耗的油就会比较少 再其次呢 柴油这个东西 这个这样子的油品 也比汽油一般来讲 普遍来的价钱略低 所以纵观各个方面 再加上刚刚讲的 转速低了 转速低了 你模号 引擎模号就会比较少 引擎模号少 就表示基建的更换频率会比较低 再加上 我们都知道柴油引擎 因为它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它的本身的材质 也会用得更坚固 像很多是铸铁的 然后更重视它的耐用度 总体加起来 柴油车简单来讲 就是归纳了两项 第一个更好开更有力 第二个更省钱 在这两个优势的补助之下 当然整个欧洲人 当然就会朝这个方向倾斜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部分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 日本车尤其是Toyota 它开始带起了一波 所谓的油电复合动力的风潮 在这个时候 欧洲人早就知道 他们最大对手 可能未来最大对手 不会在美国了 可能会是日本人 你要对抗这样子的 一个油电风潮 当然他们为的目的 都是要减碳 因为国际环境的整个联盟 他们的决策就是 我们地球必须朝 减碳的方向前进 既然日本车厂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是用油电的方式 欧洲人 特别是汽车大国 德国人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对抗的方式 在他们那个时候想法就是 他们精进他们的柴油引擎 是减碳的最好方法 当然了 后续我们就知道 柴油引擎 它确实可以把二氧化碳 剪下来没有错 但是在氮氧化物啊 或其他的一些 有害的物质排放上面 却没办法有效的控制 那又是后化了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 德国车厂当然 他们就去游说 游说欧盟的一些像议会啊 或者是一些决策组织 然后让整个欧洲的市场 也更加的他们的修法 或他们的走向 会更加的适合柴油车的设定 当然这是那时候啦 到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啊 就是刚才郑迪有讲到说 柴油车竟然有这么多的优势 而且它的引擎也表现得相当的优秀 那为什么可以落到 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如此不堪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因为柴油车的引擎呢 它有哪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呢 乃哥 其实我必须讲 说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刚刚郑杰啊都有提到 90年代开始啊 柴油车一直不断的精进 包括什么 包括可变的涡轮叶片啊 这个供轨的压高压的这个喷 喷头啊 这个喷油嘴啊 来说的话 其实它都是一直在精进 但是它的主要的结构啊 从1890年时代开始啊 就没有改变过了 就是说它是用高压去压缩空气 造成温度去点燃这个柴油 当然柴油的好处在于说它取得原料 比如说我们挖到原油对不对 你提炼出柴油是比汽油来的容易 所以它价格便宜 热值又比汽油高很多 所以它能量很强 所以它的排气温度也很低 大概几乎是只有汽油的这个排气温度 这个60%左右 就降低了40%的温度 但是就如同正节来说 你一个东西燃烧 不管你是汽油燃料还是柴油燃料 你一定会有所谓污染的物质 当然柴油相对是低的是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跟碳氢化合物 那NOX就是碳氧化合物 这一个部分的确是高的 它会造成什么酸雨 然后也会致癌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粒子 这个碳排氧量的粒子 就我们说的黑烟太多了 那这是不能克服的事情 但是现在车厂 刚刚已经专家讲那么多 就是说开始转向别的东西 我用一样的力量我去发展 未来可能20年100年使用的 新的能源的车子或动力 那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一些执着在于说 这个柴油引擎是不是还有机会改变的 比如说我举例Mazda Mazda它现在我们都知道 柴油引擎是靠高压缩比去压缩空气 升温到200度去点燃柴油 那Mazda比较厉害的是说 这一个不改变物理性质之下 它把压缩比降低降到14比1 就可以把温度压缩到200度去点燃柴油 这是一个新的科技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的柴油引擎的压缩比 一定要到16比1以上 18这都是正常的 那你把压缩比降低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你的转速可能就可以 可以跟汽油引擎一样把它提高 提高的话 转速一高它的马力也会相对增加 也就是说你的涡轮增压的科技 你在用上现在最新的材质的话 那也就是说你的动力跟你的能量消耗 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这是Mazda目前在做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有人就说是不是柴油车就是不作弊 就过不了关 这个常常有人讲 这个我觉得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共识 今天考试跟你说我们是Open Book 就是没有硬性规定 你自己不带书来看的话 那是什么 然后是说你作弊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以前就说我在实验室里面做 我就已经跟你说我考国英署 然后没有规定可不可以带Open Book 可不可以带书去看 结果柴油车就带了书去看 针对了这些排气的废气的这些 来做程式的调整 但是不要忘了我是没有规定 所以你做这件事那算作弊吗 其实那不算作弊 对不对 其实是你自己日本车或你美国车没带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一个作弊就是说 我带小超 你没带小超 这叫作弊 我除了这一个 我就没有小超的话 这叫作弊 但是不是喔 我今天用的这个程式 你买的车是不是有这个程式 因为我在测试的程式 跟你卖的车是不一样的话 那叫作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不是作弊 它只是说 在你法规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状况下 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考国英素 我当然只准备国英素 所以我觉得柴油车到这一次为止 我还是认为它以政治目的的影响力 是大于所谓的环保 不过柴油车即将要步入历史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会从欧洲开始啦 但是在台湾来说 我们都是跟着欧洲走的嘛 那相对之下 其实在台湾的市场也不会这么快的 就是说你看不到柴油车款了 那我们要请艾大呢 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一下 我发现其实我周围有很多 很喜欢柴油车款的朋友耶 那如果在100万以下呢 在台湾市场有哪一些不错的选择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满喜欢柴油车的 我也曾经拥有过柴油车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喔 那当然啦 如果说以现在台湾市场说 百万内能够选择能够买的柴油车 真的是少之又少喔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现在 雪铁龙的这个Blingo啦 KIA的Karency 都是属于蛮适当的一个柴油车 那因为你知道 雪铁龙是欧洲车嘛 对不对 欧洲市场本来就是这个柴油车 天下 那像这个不管是现代啦 或是KIA 我们到韩国旅游你就会发觉 其实韩国市场里面 非常多人在开柴油车喔 那至于这个 你看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现代的Eleintra 因为你知道 在这种四门房车里面 百万以内 你已经没有柴油车可以买了 早几年的时候 可能还有这个Focus 还有一个柴油 甚至它是首排的一个车型 那当然这个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图片上 这个是属于小改款的这个Eleintra 那当然也很有可能在它正式小改款Eleintra 上市之后将会取消柴油车型 我觉得如果有兴趣 喜欢这个四门的这个中型房车 然后又想要开柴油车的 这个现代Eleintra 现在你搞不好还可以去问问看 还有没有这个货底 可以来减 甚至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优惠的价格 那我们看到当然是这个小改款的Eleintra 你看它整个側头側尾基本上 有一点类似中度的这种改款的感觉 对不对 它整个线条变得更俐落 包含它的一些科技配配 最重要是导入了这个 这个 HONDAE的这个Smart Sense 这个主动安全的一个科技配配 那它包含的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FCA的这个前方主动煞停辅助 皮刀驾驶 还有车距 SCC 主动车距维持行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ACC 但是我这边要提一个点就是说 基本上呢 我们也知道柴油车有一个很不错的 这个动力表现扭力表现 开起来感受特别的好 对不对 可是其实 还有一个点 柴油车稍微省有一点点 对不对 那所以 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柴油车呢 就是说基本上它每天行驶的里程很长 所以它希望它能够更节能一点点 它会去选择买柴油车 那你要换算回来 如果它每天行驶的里程很长的状况之下 表示这一个人在车上待的时间怎样 很长 也变长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柴油车的配备 不是给的这种所谓的阳春型的 不是给阳春型 应该把柴油车给的是更多所谓的这种 主动安全 或是舒适配备 辅助驾驶配备 我觉得是要让这个里程长的车子 驾驶带的长的人车子 要有更多这样一个的配备 不过目前我在台湾市场这些年看下来 基本上都是把这个柴油车列为所谓的 入门等级阳春车的概念 车子什么配备都没有 就是它觉得你买柴油车你就是要想要省 想要省 所以我车子卖一点便宜 我们刚刚乃哥也讲 他是利用压缩的方式来去做点火 所以他不需要火星塞 其实他的维修成本也来的低 而且他的这个 平常的这个使用率 故障率品质都非常的好 故障率也不会很高 所以我希望我的持有成本是低的 维护他的成本是低的 但是我不介意 我买这个等级配备比较好 比较舒适的这个车 要多花一点钱 我觉得我不介意这个事情 所以一直以来 台湾这种所谓把柴油车列为入门级 其实也都没有卖得很好 我觉得车厂可以稍稍的思考一下 逆向思考一下 是不是 下一次试看看 如果柴油车还有机会的话 进一些高档 我举个例子 当年我要买这个旅行车 就是我自己是开PASDA的这个B6 Variant的柴油车 我就一直在等B7 的这个柴油的旅行车 改款的旅行车进来 结果唯一等到它进来 真的它进来 进来一个康丰Line 就阳春车 我不想买 我不想买 结果那个车 事实上证明它也没卖好 后来我就跑去买賓士 就回不去了 可是后来呢 PASDA VARIANT进了什么400TDI R-Line 配备满到一百这样 有没有 买得很好啊 卖得很好 大家都要买啦 所以车厂真的是应该要思考一下 它怎么去看待消费者 对于他们车辆的一个选择 当然在这个百万集聚之内 就是一百万以内呢 柴油车的选择虽然少 可是我们要问一下 南尼克如果你要开柴油车 而且在一百万之内 你会选择哪一台车呢 这是我周遭非常多朋友问我的问题 因为今天像艾大刚刚讲的 像艾大是预算无上限 所以说他可以跳来跳去 他选一辆车 但是他今天可以选到PASDA 可以选到百万以上的时候 他要满配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呢 今天我会推荐这个Karen 是因为当初不止一个 有好几个周遭朋友都在问我 就是说 我不想花太多钱 在车子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他们对车子 车子对他们来讲 不是这么重要 就是一个代步工程 性能 你说性能然后 多厉害 操控多厉害 他们不是很在乎 他们就是一辆 要一辆车好开 他们的条件叫 车子好开 然后省油 不会坏 然后再来就是空间要大 然后有没有这种小车 又能够做七个 又有七人做的 他们用不用得到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说 最好有5加2都可以 只要有就好 什么都无就好 那时候呢 就是我就有跟他们讲说 那你有没有在 你有没有很介意这个品牌 他们又说 没有关系啊 有些人是遇到韩国品牌 他们就 不管 我不要碰韩国品牌 但是对他们讲就是 韩国品牌 日本品牌 欧洲品牌 都会来讲 哪个便宜哪个好 这时候对他们来讲 那就叫好车 所以说 Kia Careers 那时候就是 常常在我的百万 百万元预算内的一个 推荐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我会先问嘛 你带你这些主动 主被动的 那些高科系的安全配备 满满的东西 你有没有 你在不在乎 你在乎 不在乎 不在乎 复合器能有几个 两颗符合规定 两颗就够啦 我一定要那么多干嘛 很多人是这样的观念 那既然你是这样的观念的话 这辆车是绝对 是最高CP值组合 因为它 它有这个五蚊座 也有七蚊座 可以选择 然后虽然说 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 就是说 它的维修点 比较少 反正我要选这种车 我只要能省 不要花我太多钱 跑远一点 就跑远一点 所以说 如果说你今天 是这样的条件状况的时候 这辆车绝对是超值的 除了Karence之外呢 其实在百万以内的 这个柴油车款的选择 有一个相当不错的 而且是近期搭 相当受到瞩目的 那就是Burlingo啦 郑杰你对这款车 你也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 是不是 我不只觉得它值得推荐 我觉得它 基本上我们看 怎么看这台车呢 它就是我们100万以内 能买到空间最大的乘用车了 为什么它空间会最大 很简单 因为它的车厂已经到4米75了 它的车宽跟车高 都是1米85左右 你现在看这架构 完完全全已经不只是像 刚刚尼克讨论到的Karence 它是属于MPB 但这个车子 因为它的定位 是所谓的商旅车 包含商务要用 然后私人承载 也可以使用来讲的话 所以它的空间一定会是100万以内 能买到的最大 当然它只有一个车型最入门的 而且 对某些人来讲是很高兴 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点遗憾的是 它最入门99万多的车型 其实是首排车型 但它配上了1.50的柴油引擎以后 它油耗因此非常的漂亮 在原厂油耗的数据来讲的话 每公升高达22点多公里 这非常恐怖 那比我们很多所谓的 油电迷你小车还要来的夸张 而且我觉得这个车真的让我眼睛一亮 甚至我一度曾经想要考虑 是不是要来买一台的原因 在于它除了它很实用以外 虽然它是商旅车一定实用 但它还有法国车一贯的美感设计 它看起来真的是简单的讲远看 相当特别 对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台商用车或商旅车 商这个字跟它好像连不上什么关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上它的内装座椅变化 空间的使用 弹性 还有像一大堆的置物空间 甚至第二排地上 还有那个所谓地窖式储物空间 你可以把比如张德 或者像一些鞋子类的东西 藏在那个底板之下 太多这些贴心的设计 说真的我觉得Blingo 它基本上几乎就可以等同于 法国人坐车的理念 好看又要实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的预算 在100万左右的时候 这台车真的可以好好考虑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稍微再拉高一点点 可是你也希望能够 持续的来选择这个柴油车款的话 乃哥到底有哪一些选择呢 其实在这边有几个车子可以选择 包括Hyundai 福特 街角 还有Shkoda 其实这是我很耳熟能详的几台 不过在这边的话我想说先介绍一下 其实我个人蛮喜欢韩国车的 可能知道我的大概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韩国重工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引擎动力可以自己做 钢材也是自己做 包括电子设备都是可以自己做 所以它可能是一条龙自己来的话 也就是在于说 我不用受限于供应厂的一些规范 是个符合我自己 甚至有些房来房去的什么商业机密 不能透露 所以我觉得它的完整度会不错 但是在近期 我觉得现代的改变 就是现在韩国汽车的改变 应该是在于说 它从以前所谓的平民化 很容易故障 因为便宜到只有半价 让你买一台用三年就换掉 到现在精进到说 我要符合比较耐久度高的这种情况 还有你看 现在新的Tusanne 它这个车 你会发现它的设计就是 你不觉得它就有点德国的味道 对不对 因为它的设计师就是整个 操控也是德国的感受 对它整个设计师就是从德国这样子 大众集团挖过来 所以我们就有说它是 这个韩皮德骨 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 它最近的改变是 也把主动的配备 刚刚艾大爷也讲了 他把Smart Sensing 放到Tusanne上面去了 也就是代表说 它在主动的安全上面也提升了一些 外观我觉得还好见仁见智 但内装的改变我觉得是不错 就是在影音系统的改变更人性化一点 那当然柴油的配置 它是放在所谓的顶级上面 也就是四轮驱动顶级 114.9万的这个价格 你一两百万绝对 还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 那这也是我觉得韩国车的优势 更何况它也是一个国产的 一个SUV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说它是可以值得大家去好好考虑 如果对柴油有兴趣 尤其柴油的特性 对SUV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更是能够如鱼得水 除了乃哥刚刚提到的Tusanne之外 其实在我们为大家卷你这两百万的柴油车款 的这些车款当中 我要问一下郑姐 这四款车 哪一款车你觉得蛮值得入手的 我应该会选的是Ranger 其实认识我的都知道我喜欢怪车 就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像我刚刚介绍 你说沙巴吗? 也是 或者刚刚介绍Baringo这样的车子 会更加吸引我的眼球 在这四台车里面 我特别想要讲Ranger的地方是在于 Pick up 大家都知道 这个代表就有点像是所谓的男人的车 每个男人梦想都至少要一台很刚性很阳刚 然后可以带你上山下海 然后弄了全身泥巴都不怕的车子 Ranger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先它的越野能力非常的高强 基本上它的越野能力 甚至我们拿正统的吉普车 就像是G-Class 或者这样子的车子来比的话 它都不见得会逊色到哪里去 除此之外 它还有后面一个货抖 长长的货抖 所以如果说我们喜欢户外活动的人 你不要说什么冲浪板 潜水用具 脚踏车这种小东西了 甚至越野机车 甚至是海滩车 或者是一大堆你想得到什么 几乎都能装在Ranger上面 只是唯一的小小缺点是 就因为它又有四人座 后面又有货抖 所以应该说四个门 后面又有货抖 所以加起来的话 这个车长会超过5米35 这对于我们在市区的人来讲 会稍微有点尴尬 因为像有的时候进大卖场 或者是自己家的停车场 那5米多的车子 真的不是很好停进去 不然这个车子 我想说如果作为你车库里面的 第二台车第三台车 或者你的工作 本身可能要载运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像你是做园艺的 做建材的 这类的东西的话 Ranger都是很适合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后来改款后 它改成2.0双涡人增压的引擎 配上时速的自排以后 我相信在同级车来讲的话 它的油耗表现也会更好 也会更实用 那南铃克呢 你觉得在这四款车当中 你觉得哪一款车 你会认为说CP值相当高 而且还蛮值得推荐的 其实今天我个人 毕竟今天是我推荐的话 因为今天如果说 一定要花到200万 对 我个人就会倾向于那一种 我要比较不一样的车款 比较豪华的品牌吗 品牌是一个 我会比较推荐这个 在所有历史的人 我会推荐这个E-PACE 第一个它是 比较新的车款 长鲜 而且它是 脚卡手势长度的 这个CUV车型 对 那当然它的空间 没有那么大 毕竟它是CUV 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有设计感的一个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开起来的感觉 有些人会喜欢柴油车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柴油车 但是有不少人 喜欢柴油车 瞬间刚起步的那种扭力 所以说这辆车的一个组合 事实上是市场上 没有竞争对手的 这种空间大小 然后柴油引擎 所以说它变成说 你在开车的时候 我个人是除了 很喜欢外形 看起来要有设计感之外 开车要有开车的感觉 对 所以说小型的车子 开车的感觉 其实我根本不太在乎 有没有 这所谓的 后面坐着舒不舒服的 这种感觉 我是不太在乎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今天 也有人跟我一样 这种条件设定的话 事实上 以Jaga来讲 第一个你在200万以内 你可以买到 第一个叫Jaga 要不然以前Jaga 你可能要 所以以前的这个 Baby Jaga之外 每个都要200万以上 你才会摸得到 那像现在这个CUV 又符合市场主流 因为有很多人 不想要开轿车的原因 是因为他只是单纯的 他觉得 这个开车的视野高一点 就是安全感就有 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安全 那当然有一些人 说SUV又太高 所以说就会有这种 CUV的产品出现 那综合所有东西 下来后我觉得 因为它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藏鲜的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除了这个 近期大家非常流行的 这个CUV的选择之外呢 我们看到在200万 这个集聚以内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柴油车款的选择 那就是房车的 Chicoda Super 那爱大 像这款车啊 它在这个柴油车的市场上 当中呢 它有没有什么竞争力呢 冠宜你真的是很了解我 知道我喜欢这个轿车 你看刚刚百万的 我也是推荐这个四门的轿车 对 因为你现在开旅行车啊 是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SUV或是CUV 那当然冠宜你也提到 200万以内 除了商用车或是SUV之外 很少有柴油车可以选择 尤其是在轿车这一个部分 那Chicoda Super 非常非常的特别 第一个你看它的是这个 车身的一个这个线条 其实非常的特殊 对不对 他们的整个这个 Skoda这个品牌 对于产品的一个这个设计面上 车身线条的表现上面 其实还是有它这个独特的之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这个柴油引擎 你知道2.0升的 TDI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你看它有190匹的最大马力 基本上它是属于这种 高动力版的柴油引擎 我记得我当时开的这个Pasad VW同集团的 这2.0的柴油引擎 只有140匹的最大马力 但当然扭力都还是不错 像这台车的最大扭力 达到了40.8公斤米 也就是说它起步的推力很好 那你说说它真的上了高速公路 大概在200以内 我想也不会太差的一个这个表现 毕竟它有高达190匹的最大马力 同时它是六速的这个双离合器 变速箱 所以它整个传递效率 会来得非常非常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 XDS的主动式电子限滑差速器 是这个车子的一个标准配备 你知道每次提到这个XDS 这个是什么 以前在讲Golf GTI 有一个标准配备的XDS 这个电子限滑差速器 没想要在这样一个车型上面 也拥有这样的一个配备 那当然它后面已经加入了整个 像它现在这个Skoda的这个Slogan 叫做聪明爱 爱是哪个 EYE眼睛的这个爱 因为它把整个这个主动安全的这些配备 全部加到了它的这个车上 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 Level 2等级的半自动驾驶的一个性能 所以这车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的 并不是因为其他三台车三位来宾都选走 所以我推荐了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样一个车型 尤其这台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虽然它是像这个四门Sedan轿车式的一个 这个造型 其实它后面那个行李箱不是只有一个盖子 它算是第五门 它是掀背式的一个这个设计造型 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尾门一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它的行李箱的开口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方便你放各式各样的这个行李 尤其我觉得适合什么 郑杰 因为它喜欢奇怪的车 我相信它的这个家具啊 家私的行李 也都是骑行怪状的 这样一个大口径的这个开口呢 非常适合它来载东西 其实今天呢 观众朋友看到 就是达人帮他推荐的这个 包括一百万的级巨啦 两百万的级巨 发现这些柴油车款 其实都各有它的优势 而且听起来还蛮让人心动的 但是观众朋友 这时你想要问的是 那到底柴油说可不可以买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买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 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台湾的这个环保法规啦 甚至于有关于这个柴油车款的一些跟进啊 都是跟着欧盟可能一起走的 那也许未来我们可能会follow欧盟的这些规定喔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上呢 很多的观众朋友就会想要问说 我到底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买柴油车啊 那看起来柴油车好像很多的优势耶 那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买到底是聪明 还是你真的是傻了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还好 就是说喜欢就买 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如果说真的要影响的话 你今天开一辆车五年十年就差不多了 但是今天大家在讲的这个所谓法规的问题 事实上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新车引进的法规 这个跟一般的民众比较没有关系 这是车厂的事情 但是这个部分呢车厂就要跳起来抗议了 因为台湾有独步全球的法规标准 因为他都是参考欧洲再参考美国 然后重新整合了一个数据之后呢 常常会有很多的项目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要想办法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这是车厂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跟消费者比较有关的 那可能就是 如果说你是十年以上的车子 你要再去验车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但是你说现在要买车的话 我觉得这不用太担心了 因为十年以后的事情是十年后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都已经换车了 除非你今天要 就叫做你今天是所谓的买中股车 买中股车你就会遇到就是十年以上之后 你就每半年就要进去验车一次 但是那一个部分 之前我们吵了很凶的空无法的事情 这些东西事实上 目前也全部都暂缓了 暂缓实施 那这个法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这方面 我觉得消费者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喜欢车 你要买新车 或者说你买交股车 都可以不用太担心 因为很多的标准都还在订定 因为之前空无法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外行的人在订的 就是说他只是想要 是谁公布他名字 他只是想要消 因为他不懂车 所以说他只是想要消灭 他觉得老车很脏很臭 所以他想要消灭它 就是坐在办公室吹冷气的上班 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正常的淘汰 出发点是对的 但是方法是错的 所以说造成了非常多的争议 然后有些人是有影响 有些人是其实没有影响 但是大家都一视同仁的时候 就全部好像很严重 但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说你今天10年 你只要车辆有保养 前提是车辆有保养 事实上你都可以安心的 你就10年以上 20年以上的车 你只要车辆有保养 你不要有改装 事实上都是符合原厂标准的时候 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在路上开 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所以妮可真的一解大家心中的疑惑 那今天假设我要买柴油车款的话 说真的我希望呢 在未来他陪我的10年当中 他可以健健康康的陪伴 我在油车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呢柴油车到底有哪一些问题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而且听说呢柴油车是不是很容易 有这个积碳产生呢乃哥 其实我现在应该我经常使用的 大概有三部都是柴油车 就是国产Focus进口VNW35D 还有一台就是货车 这三台都是货车 当然这三台的取向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柴油车都会遇到 同样的两个问题最大的 一个叫EGR 一个是DPF 这所有柴油车都因为环保法 会一定要装这样的东西 我先说EGR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 所有的燃料燃烧一定会有所谓的污染 跟排放物 但是EGR就是要抑制所谓的 氮氧化合物的这一个部分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你要如何去抑制这个呢 就是因为它在压缩 这个柴油引擎的时候 它燃烧出来的这个气体 这个废气 我们叫废气 照理说我们是往排气管 向大气排送 那这时候呢 如果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废气的这个再循环系统 它就可以从排气管的这一端 在它还没有完全燃烧完的 有毒废气再拉回到进气管 进入燃烧室再燃烧一次 它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氮氧化合物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都知道柴油引擎是什么 直喷 所以你废气里面通常燃烧之后的 废气都是有一些污染物的 所以它进入了所谓的燃烧室 那个进气气管 可是柴油车进气气管 喷油嘴在燃烧室里面 进气气管里面什么 只有空气嘛 所以你是废气进来 也就是说是张空气进来 那张空气一进来的话 所以在那边就 那大家知道 碳粒子版就是柴油车 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这个东西 它在进来的时候 在这个跟空气混合 它就用张空气再去燃烧 再去进入燃烧室 但是还好是因为它的热值够高 所以它可以再次的把这些 污染物再烧一次 照环保的理论来说它是对的 但是也会造成什么 因为你张空气再回到一个干净的 管子里面 你去思考一下 就知道这个地方只有空气流通 不像以前 汽油车有喷油嘴在那边 可能油可以去清洁一下 当然现在有所谓的直喷汽油引擎 那又不太一样的状况 再一次再一次的循环 那边很容易造成积碳的部分 因为那边只有空气的流通 所以很多人会把EGR封掉 可是封掉之后 也就代表说你的有害物质 就会往大气排放 其实这是不对的 在验车的时候就会被验出来 那所以这个是柴油车必须要检测的一个就是EGR的部分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EGR这个东西它的价格很高 这个一般我们 这个回收进来的 你要清洗这个所谓的进气气管这一个部分的话 你大概拆了就是1万块起跳 这不用你动到引擎就是这样 而且自己又不能坐 所以它的费用就是高 那进口车不用说3-4万块跑不掉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等于说柴油车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消耗的必备的一个支出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就是DPF 这个所谓过滤装置 我们刚刚说柴油有两个污染是最严重 除了这个氮氧化合污 我再补充一下氮氧化合污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 一个就是用尿素 也就是所谓的还原剂 除了EGR之外你可以用尿素的方式 那你用尿素的话可以减低这个积碳部分 那这个DPF我简单讲就像什么 香烟的绿嘴一样 这个碳粒子 柴油碳粒子经过这个绿嘴 它就会堵塞 过滤了排到大戒的时候 它会减少 但是这个堵塞久了之后要怎么办 所以你就要用高温或用电热方式 再让它高温燃烧一次 刚刚有说到柴油的这个燃烧 温度在200度 但是这个DPF你要加温的话 要加到375度 它才会发挥作用 把这个煤灰烧进排出 但是DPF这样子 大家知道这个绿嘴的概念 它也是有寿命的 从大概8到15万 它就是电影的消耗比 所以柴油车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讨论喔 提到柴油车真的给人淡淡的哀伤 因为现在未来的趋势 或者是悬浮微粒的部分 这些东西都是柴油引擎 不能说无法克服 但你如果要克服的话 你都必须要付出非常多的成本 那在这些成本来讲 再加上刚刚乃哥有提到的 还有一些后续的养护 你不可能 新车出厂也许没问题 但等到你用了10年20年后 它如果那些滤清器 那些东西你都没有按时更换的话 或者是它效能衰退的话 或你舍不得不管任何原因 这车子都会渐渐渐渐的成为了一个 可能会让人生病 甚至是让整个环境 变更差的一个污染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 尤其是近期来讲 包括油电车甚至纯电动车 都已经成为未来车坛的趋势 而且大家也发现 这样的未来确实是值得 让人存下来加工压 但是阿尔 更换第一个 请中文字幕管理由